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干脆不做 因此在经济上的发展还是相当落后的 不过人们的温饱问题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在这里你几乎看不到什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 这里的房子基本都是老旧的平房 最高的也不过五层楼 他们的交通工具也是十分落后的 在这里几乎建不到汽车 最豪华的交通工具也仅仅是蹦蹦而已 虽然如此 但这里居民的幸福指数却是相当高的 在这里人们生活的悠闲自在 不需要为了那些看不见的功名利路 终其一生的忙碌 对于这样一个国家 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评论